《直播》 待着呢 好 看得挺好啊 你别老看一个地儿 画着看着 对 看看这边 看这边啊 你说你这天天的腿 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那样 眼知觉都没有 你说什么 对啊 没事 你没事 你干吗呢 你说我这测干吗 我看了一个那个医学上的书 说 这越限制你 你就越想往外走 说不定我给你一锁 你就奔起来了呢 你别闹啊 我告诉你这玩笑过了 你给我打开啊 别闹 你给我打开 别闹别闹别闹 那个瞎跳 瞎跳 没事 没事 猜一下你干吗 你别动啊 没事 撒一下你 用喜哥撒上来 别喊啊 喊一下 喊一下 我告诉你啊 这是什么呀你 撒一下我干 你不能这样 没事 你出去撒一下我干 你这倒霉你先吧 你别闹着 撒一撒 你给我打开 没事没事 喜哥 喜哥 撒 我当我看 你让我看 你别闹着 你别闹着 可是这水怎么绿啊 我 慢点慢点慢点 那 到什么来这儿啊 你 你干什么 这水怎么绿啊 哎 咱呢 我这是谁干的 暗破了 猎狐赛小华 别逗不过我这好狐狸 假鱼 下一早 你们俩这么干的 缺德不缺德呀 老爷的第一次来 你这么对他 合适吗 你逗你玩呢 你逗谁玩 我跟你逗嘛 你看你 俩眼睛发绿 这脑子要再绿点啊 那就成下一票了 喜哥心真大 这时候了还玩幽默呢 我跟你说啊 你要这么对我 小心我也给你的池子里对色 行行行 你这样 你下次就给我们换个色 我们俩口子穿着鱼洗澡 你就是换十二色 我们都不怕 走走走 老爷子 赶紧把衣服穿着 滚 跟你们就不是同路人 我回去 爸 您别穿衣服 我 我再给您换池子水 您再泡会儿 我不洗了 别 我再洗我成铝毛龟了 爸 那我就不送您了啊 我 我把它整顿好了 我再接您 日数降话 冯少活 春来降风 你别玩了 赶紧收拾吧 此时此刻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小时候 读过了一篇散文 荷塘月色 我再这只青蛙放进去 是不是更有诗意啊 那还不如我直接把你推池子里拿 好呗 姐好 家里啊 怎么 你怎么来了呢 有点事 我这儿谈点工作 来吧来吧 不不不 你们谈吧 门口等你 没事啊 不不 没事 那行 那今天就这样 好吧 就谈到这儿 咱随时再找时间 那行 行 来 姐夫收拾文件呢 来 这个单位啊 新分来一个小姑娘 就刚才出现了 当领导的老得关心夏日 什么都不会 是是是 那你也得关心关心我呀 哎呀 这里啊 你看 就这五十万 姐夫 不是钱的事 哦 那什么事啊 你看我跟周伙都好这么长时间了 那家里人都反对 尤其是咱们爸 是 你说咱们爸要是不同意 那伙永远进不了这个家呀 那他要进不了这个家 那我这活着还有什么笨头啊 那你这找我什么意思啊 我想请您给我帮帮忙啊 您哪怕给我出出主意都行啊 哎呀 佳琳呢 你恐怕是找错人了 在咱们家我是外人 我是你姐夫 这事你应该找你三个姐的呀 要不然你就找 找唐喜 找你三姐夫 哦 二姐夫 是这样的 我觉得呢 在这个家 您当的官最大 对这个家的贡献最大 说话在咱爸的心里啊 那是最重的了 佳琳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呀 全家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吗 全家人都这么想的 佳琳啊 你今天跟我能说出这一番话来 我还真是挺感动的 我在这个单位就是个小小的处长 我有什么本事啊 可是我对咱们家做的贡献 要大大超过我这个位置 是是是 你说心里话是不是 是是是 咱不说咱们那些亲戚 咱就说你这三个姐姐 家里的大事小情不都我去办吗 不都是我去跑前跑后的吗 还有咱们齐大姑八大姨 到城里来治病 咱爸一句话我就得帮忙 我不帮行吗 哎呦你看那个眼神行吗 接站送站我扛行李 我还不如一个工人呢 我是个处长 在家我什么位置 我在咱们家是什么位置 我除了吃饭 能在咱爸边上能坐着 我加块肉 爸都得那样看我 我还不如唐喜一个工人 你还别叹气 王八都让他吃了 这什么事来了 我跟周慧的事 你对周慧这份感情啊 我还真是 我还真是看在眼里了 我觉得你 你还真是挺了不起的 我 真的 我 你能冲破一切束缚 冲破咱爸的阻拦 你还那么深地爱着这个周慧 你今天还能跑到这儿 找我来帮忙跟爸说说 就这一点 都不是每个人能做得到的 现在社会上爱情多了去了 各式各样的爱情 像你这样忠贞不渝的爱情 我还投一次见 我是真矮子 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 我就做不到 你看看我这个家庭 你去 说多了 说多了 行了 竟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那我帮你 嗯 小林 你以前就是个混蛋 你现在要演混蛋 演混蛋 你明白吗 我 你 爸最怕什么 最怕你变成一个混蛋 你 你现在要演混蛋 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爸就会认为你 哎呀 这孩子不行了 这孩子 这孩子 不是 那我这么做事 行嘛 你 你只有这样 爸才觉得 哎呀 你这样 你根本找不着对象 干周会儿 周会儿 就周会儿吧 就凑合了吧 那我就来 那你 你当然 演混蛋我太会了 拿了 晚上就来啊 干嘛呀 干什么我就这么点钱 你 这是公家的 公家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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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不是你出的主意吧 就从你做起 你从我做起 这是公家 别摔了 你放心 摔不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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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了个电话 真没吃啊 嗯 没吃啊 当然了 你要不答应我跟周会儿 别说早点了 你说中午饭 晚上饭 早上饭 试饭我就不吃 威胁我 行 那你就监视下去 啊 远看 呼呼悠悠悠 进桥 飘飘摇摇 不是葫芦不是瓢 水中一冲一冒 这个说是猪肚 这个说是猪肚 那个说是醉跑 二人打赌江边桥 是赖鸡鸡洗澡 好 什么玩意儿 师哥 师哥 不好的 我跟甲鸡鸡都找死了 打我呀 师哥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 你是男的不是 我是男人 你是男的 你是男的你猝死 让他想怎么打怎么打 师哥 我求求你 我躲一会儿呗 你也有天地啊 他跑这避难啊 甲鸡 他来了 我去了 我去了 下一个 别进来 我去了 别进来 下去 下去 出去 人哪 这是男早餐的 人哪 出去 我看见他进来的 你再不出去 我跟你说 我给宝贝叔打电话 你抱 你抱 你抱啊 你出去出去 你两口吵架跟你一会儿不玩家 你一个女人 你上我们男早餐的来 干吗来 别废话 人哪 去哪儿去了 你给我出去 你出去我出去 你出去 小样子 你还躲啊 躲 你给我躲 你给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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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躲啊 你说谁躲啊 你说谁躲啊 你放给谁的躲啊 谁委屈啊 你委屈啊 我委屈啊 谁没闹 谁没闹他 还躲啊 我见到叶华怎么骄呢 你别看下一套这么大块 让一甲鱼给制服了 小土豆 差不多就行了啊 从小到大 已经没少吃过一顿啊 赶紧吃 好吗 都吃 人是铁饭是钢 一天不吃饿的 光再不吃就病了 快快快吃 饿病不吃 我昨天啊 我又做梦了 我又梦见你妈了 你妈 就让我妈放了胃 我 我也不吃 你妈 怎么了你这是 啊 看电视剧看多了 想当英雄啊 我我灌你拉刀手 我看你吃不吃 灌老虎豆我也不吃 我 这次没想到 这小子一直这么坚强 这澡堂子 费这么大劲修好了 怎么就没人来呢 我不是人哪 你穿上衣裳 倒是人模狗样的 洗完澡 晒个太阳太美了 你倒是挺乐好 我这叫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要学习鲍尔可插筋 你学鲍尔 你学木耳吧 整天的饭来张口 依赖伸手 你把乐花都累成什么样了 我发现你真是好人哪 不单照顾我爸 你还替我心疼我媳妇 你说我赖积积 我鸡多得得呀 是啊 我得遭多得孽呀 大雅 对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搞个变 搞别 我被妖礼给开了 那你还说太不是东西了 老欺负我们家月华 我开了你乐什么呀 我说段 你可得想开点 开了就开了呗 你大爷不是为他们就开了吗 看早上的也挺好 实在不行啊 我找厂长去 不不 不能这么欺负好人 大爷 我不是让你帮我了 我就是来给你搞个变 他给我开了我挺开心的 我还年轻 我整好想出去闯闯来 好呀 段 年轻人就是要出去闯闯 你若闯了头破血流 你再回来还有大爷呢 记住喽 大爷有一个馒头 有一半就是你的 真来大爷 嗯 拉钩 拉钩赏脚 一百年不许扁 那我做了大爷 到了新地打个电话回来 都被人开了怎么还这么高兴啊 带钩啊 赛翁失马 烟之火福啊 但愿 你说拉钩就拉 怎么还上吊啊 不会是真的吧 二姐 这大家的时间表都围着你转 你什么意思啊 周一推周二 周二推周五的 你到底想不想去 那想去你就定个准日子 星期六啊 那就这么定了啊 真是费劲 做个检查还这么麻烦 好像是我们家 要生孩子是吧 得 又变了 说 爸 佳麟 绝食 不要 不要 要脸还在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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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鼻子 嘴就能打 佳麟 你听三姐说的 你这不吃饭咱爸都鸡坏了 大半夜都帮我们叫来了 那我得是哪爷储 来 我顺情 许个屁情 懂什么叫顺情吗 你说你找什么样的姑娘找不着啊 非得找这种刘过产的 你让咱爸的脸王哪哥呀 就是啊 被这样的女孩绝世 根本就不值 我觉得她对你东西不纯 反正只有企图的 我跟你说啊 知道她为什么死缠烂打地找你吗 还不是看上咱这个工人协系家庭呢 不比她回农村种地强啊 再也就说了咱们家 她有干部成分在里边 二姐夫出长吧 那三姐夫是个澡堂的堂长 你长点心吧 别胜当 太有心机着呢 来 吃一点啊 不吃 快点 我吃 你要不要脸呢你 我不要脸 要脸干嘛还在洗 来来来来 谁敢动我 动我 动我动我快点 你憋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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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你憋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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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闯口气 你干什么口气 哎呦呦 别人都干什么 别人都干什么 干什么 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出 别别别别 干嘛你 出 出 妈呀 出 你 出去 出了你 出去 出去 都给我出去 干嘛呀 你别闹了 别闹了 都出去 别闹了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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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怎么样 吃了吗 什么呀 爽 我身体还敢喷得你 哎呦 你说这个怎么好啊 什么东西都不吃 你这不是急死我吗是吧 爸 您做很做的 您别着急 他不吃 您得吃饭吧 他不吃 我能吃得下去吗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你说真饿出个好点的 你说我还活不活了我 爸 爸 爸 我说别生气啊 别气坏了身子 对啊 要不我去劝劝他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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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 你别去了 那谁 那 天明 你去 你去劝他再去 你水瓶高 我也不一定能行 你 你快劝 是 是 是 我去 我这孩子啊 这么大了 吃饭还得让人劝 出去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你得吃东西啊 不吃 什么不吃啊 吃点吃点 不吃 夏琳啊 你可真是太不懂事了 你看爸多大岁数了 你看气的 把爸气出个好歹来 你负得了责任吗 不管 我电话呢 我都能做办事了你 公家的电话 你老拿着都能还 领导问起来 我怎么说呀 我办了事就还你 不办了 嘉琳我告诉你啊 爸 你别蹬着鼻子上脸 你在这个家里 还无法顾天了 是不是啊 你姐不敢打你 爸不敢打你 你姐夫我可敢打你 我是替他们教育你 施作业 你看 别 我告诉你啊 好说歹说 什么话我都跟你说了 你好自为之 我得打你一下 好 我刚才都说了 要不然我怎么出去 出去吧 干什么 你打我这些 出去 快走 出去 就是个白眼老 出去 出去 快 出去 爸 怎么了 爸 以后是张嘉琳的事 你别找我 我管不了这个王八蛋 爸 你快点快 你刚才怎么还打着 爸你不要急 他把谁王八蛋呢 爸 你管不管了 他把天明打着那样走了 我去 怎么着兄弟 怎么着兄弟 刚从中东回来吧 真绝食啊 我这点事实上还跟我玩绝食呢 玩绝食得跟我学 人家是把牛奶啊 藏在肚子里 把巧克力啊 搁在鞋壳里 来的香肠啊 捅在袜子里 多味儿 这点苦都吃不了 还玩绝食 你不就是想让 咱爸同意你跟周慧的事吗 对 至于这样吗 你要真想 你就得听我的 咱俩一块 跟爸玩一个 瞒天过海 假戏真诚 行 你必须坚持四个字 马上吃饭 不对 继续绝食 你啊 想把这水喝了 从现在开始 四十八小时之内 嗯 不许再喝一口水 嗯 更不许尿床 能做上吗 行 爸 怎么了 佳麟布刚绝食 还绝水了 照次发展 最多坚持三天 那怎么办呢 您是想肠痛还是短痛啊 肠痛又怎么着 短痛又怎么着呢 肠痛 赶紧打120 咱们上医院去输营养液 那短痛呢 现在就把周慧叫到咱家来 当面做商量 那你看这人打电话叫咱来吧 我 这电话得您打 解铃还需寄铃人哪 就你打吧 你就说是我打的啊 我 我叫你打的 行吗 嘉林啊 我儿子怎么能这儿呢 爸 你没有人家 你没有人家 周慧啊 不好了 嘉林不行了 你赶紧过来 再完了 我就怕见不到 你看这儿 看着你 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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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嘉林 嘉林你说坏 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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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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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死了 我也不活了 嘉林 嘉林 你起来 嘉林 怎么了 嘉林 你起来 嘉林 你起来 你快坐这儿干什么啊 你快去了 周慧来了 你去出出主意去 快去啊 照这么发展 咱家就快上演 罗明欧与朱立叶了 现在 就听你一句话 他们俩的关系 您是承认 还是不承 还什么关系不关系啊 赶紧结婚吧 等等等等 成了 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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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我 什么都答应你 什么都答应你 我的儿子 你这小子 你都不能要好哪儿啊 你都不能要好哪儿 你都不能要好哪儿 你结婚那么长时间 跟姐夫都没孩子 你不着急 咱爸还着急 再说挂了号可费劲了 我一大早给你过来拍的号 都不来吗 来了来了 来来快去 刚好 来来来来 我等你啊 大夫让你拖 你为啥不拖啊 这不是看病的嘛 你干啥 你不说是男大夫吗 怎么是个女的呢 人家都没有不好意思 你还不好意思上了呢 人家啥没见过 还怕你能玩啊 你小子神吧 不反应 人家看病 为啥不看呢 我磕着一个大老爷子 你又啥磕着呢 你还不好意思了呢 你小子神吧 人家都不让超出这个地方 怎么的 我超出这么的 你说让你拖不回来 你为啥不拖你啊 你怎么吓不急 我能不着急吗 喂 妈呀 你们笑什么呢 不是 你吓我一跳 这么快 干嘛呢 有什么快不快的 走吧 这结果呢 过两天来呢 走吧 都检查什么呢 这么快 有人医生特别有经验 你往那儿一坐人 就知道你有没有毛病 不是 他 他会看 看相啊 是 怎么就往那儿一坐 就看你有没有毛病 人家看他不给检查检查啊 这是你捏捏蛋 你捏捏就知道了 你捏捏哪儿了 你捏捏肚子 就捏捏肚子 我回来啦 我回来啦 豆豆呢 还没放学呢 晚上做什么好吃的 我发明了一新菜 叫母子相会 怎么相会 就是黄豆炒黄豆芽 那什么意思 豆芽谁生的 黄豆 豆豆谁生的 你 搁在一块啊 就叫母子相会 这嘴真甜啊 糖水鱼白色 哪儿是 真香 今天我陪二姐去医院了 结果怎么样 换眼结果 两三天之后我出来 你猜我今天看过谁了 看过谁了 看过谁了 甲鱼两口子 他们上上干吗去 不孕不育医院 你说能干什么 我说下一条怎么成天脸块呢 和练的那 腹肌胸肌 背阔肌三脚肌 哪身肌肉 咱家都装不下 原来她是外强中干不自信 真硬了一句话 金玉其外啊 就得白去其中 是吧 驴粉球啊 它就是外面光 你说甲鱼找这么个爷们 挺惨的是吧 够可怜 这点跟你怎么比 你这爷们 他怎么就这么好 我真佩服你 我都佩服我 你怎么来了 编辑你的化验结果 我问过医院了 医生说我没事 那就说二姐夫的事了 你得抓紧去看去啊 他忙 没时间 你不能再这么拖了 这年龄越来越大 你想要孩子真的不容易了 都拖了那么长时间了 也不差这一天半天的 二姐夫不招家 就是因为没有孩子 家里有孩子 才能拴住男人的心 你知不知道 生气了 你爸爸在不在家 咱俩都不管 只要你陪着妈妈就行 看 爹 爹老这么说 儿子不高兴 我二姐夫的地位 还不如这条狗 你们两口子 真是学雷锋的标兵啊 下了班又上我们家加班来 要是给点钱就更好喽 回头让月华给你们送家去 真的 顺便在你们家 把晚饭吃喽 来姐姐 你是不是把占小便宜 当成毕生的追求 还真不是 来事我也追求 二姐怎么说的 二姐同意 他还想跟二姐夫商量商量 关键是二姐夫 不行明儿我找他去 你是不是学雷锋上瘾了 不光关心我们家 还关心千家万户 我们是一家子 不能光我们小家好 大家都得好 那你也别太上赶着了 人家都不着急 你着什么急啊 皇上不急太监急 我看你比太监还急 这大老别 这结婚半年多了都怀不上 两口子急得抓耳脑塞的 怎么突然就怀上了呢 对啊 这你得帮我问问 没你什么事 明儿的大老别啊 把他约到澡堂子去 我让他全招了我 好 明儿我也去 哪儿都有你 大老别 您家晚上好吗 好什么呀 是说昨天吧 有了一个姑姑带人上街 让我在家看看啊 没吃饭了 还要拿尾身 我刚换一身一网 好 这又拿尾身 拿我当戒子 我倒想给人当戒子了 还没人往我身上拉呀 我结婚以后 我也想要孩子 真要不上了 我这心里着急啊 我就偷偷摸摸摸的 我就找医生去了 我听说南城有一个老中医 哎 我就问他那去了 开了五百块钱的汤药 我刚吃一半 我听说西城有一个中医特胖 我就又奔那去了 又开了五百块钱汤药 我刚吃一半 我听说东城海语中医也特管似的 我就跟东城去了 这仨大夫这药方子来回打架 我这孩子没药上 我这胃吃坏了 那后来呢 后来还是我媳妇呢 找他姑姑 人家姑姑大笔一挥开了一方子 没俩月 怀上了 他姑姑是干嘛的 中医药大学的教授 真的啊 真的 你什么时候把她姑 请来澡堂子来呀 人家姑姑不做堂 哎呀 你说点好话嘛 那一会儿咱们找一点吃顿饭 那会咱吃哪儿的啊 别别 你拿便宜吃 主要是看病 都是吃大会 你找他姑姑干嘛呀 你要孩子 不会是他吧 不是他 不是他 有个朋友 我真的 我现在也想养一个孩子 你先别的 你先把腿弄好了 你要孩子好不好 你要孩子呢 将来他长大 让他干澡堂子呀 妈 以后我们要有个孩子的话 是男孩好还是女孩好 生孩子 女孩 是 男孩好女孩好 你看 妈喜欢男孩 男孩好男孩传家宝 妈说女孩也行 女孩啊 是爹的小棉袄啊 是吧 妈 嗯 哎月华 你说咱不要生一男孩 叫什么名字呀 你不起 你不起 你不起我起了啊 不是 我拿手指 闭着眼睛指啊 指着哪字是哪字啊 嗯 妈 我跟月华 我跟月华生了个男孩 叫赖 我拿开了啊 赖 皮 赖皮 赖皮 赖皮皮 赖皮皮 真可爱 是吧 赖皮皮 生一个女孩啊 月华 真觉得咱们要生一个女孩 就得是个公主 不叫个公主的名字 西西公主嘛 那個 厉西西 不 不 也不好 厉西西 也不 好了 note 氣不好 韩уйте 韩 outfit 是吧 厉西西 凯兮兮 行吗 二姐啊 明天中午你千万把我二姐夫看住 别让她走 那我就让十二点 喜子带人过去 那好就这么定了 好嘞 这两口真是的 明天中午十二点 你带人过去 千万别晚了 一晚的话 她是姐夫王说不定就跑了 他们看病我不忙 她还忙 就好像我们不忙似的 当年我出嫁的时候 就是坐着刘丽她姑父的自行车 到的婆家 我老婆生痘痘的时候 就是我用自行车给送到医院的 我们这位人啊 都有一段 自行车的情节 是 喜子 你最近是不是不顺心呢 你怎么知道 你喘呢 我喘跟这顺心不顺心有什么关系 你看 我们中医讲究 怒伤肝 忧伤肺 是啊 没心没肺活百岁 可不 所以说你啥事你别想太多 我们这么大来远跑来的 他不在 你就没留会儿他吗 爸爸要走 我们也留不住啊 是不是啊 告诉三姨父 别别 我就没这么个外甥 你 这样吧 你介绍介绍你爱人的情况 对 你把情况说说 让姑姑听听 我们孩子他爸爸呀 太忙了 在单位天天开会 就是 也不怎么回来陪我们宝贝 是不是啊 我们都想爸爸了 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 光想爸爸有什么用 人家还想他弟弟呢 要不我给他看看吧 那不行 好 猫得病给狗吃药 再说我们二姐要看病啊 得到宠妇医院 你说谁呢 你自己说也自己行 我们说就不行了 这样吧 咱到谈位直接找他去 你见孩子他爸得预约 行了 我们给他看病 他应该跟我们预约 谢谢 登门服务啊这是 二姐夫 这就是我说内涝中意 不远十里来到这里 完全是尽异勇 这就是当代的女白秋恩 别胡说别胡说 你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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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喜子的好朋友 大老别他媳妇的姑 你就叫我姑就行 对 大老别 能有孩子完全是他的功夫 行 来来来你来 我我有点事啊 你坐坐坐坐 好好好 好好好 你干嘛呀喜子 不是谁让你来的 不是不是你不是怀不上吗 你非让我们全单位都知道 我不能生孩子是不是 不是我是让全单位都知道 你能生孩子 你管得着吗 你 这是我们家私事 咱不是一家人吗 地球还是一家人呢 非洲闹饥荒 你送粮食去啊 美洲火山喷发 你扑去啊 亚洲闹水带你堵去啊 你什么意思 你管得着吗你 不是 你说你说你说 你你弄个庸医神婆到我们单位来干吗 不是庸医 人家是高手 你坐坐坐算了吧 你 我是领导干部 什么影响这是 赶赶赶赶赶赶你能走 赶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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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 我说看 二姐夫说了 在这儿这么草率地看 对您不尊重 改天还请您吃饭 边吃边看 您能不能 就凭这印象 就给他开副方子我就玩了吗 那不行 你平常的简单的条理行 你生孩子这么大的事 我不能马虎呀 不人家说好的中医 都跟算卦子一样吗 一看面相 就知道他有几个儿子 别瞎说 那叫望闻问切 不过以我的观察 你别看这个人 面色红润 他那个红是潮红 说明他心脏不太好 他那眼白发黄 说明肝肾的问题 可惜我看不到他舌胎 不过我敢断定他染发了 你怎么知道 那肾虚呀 你看我的肾虚吗 你不虚 这肾虚 愿不得有人说过呢 死人甚好 举子 我今天突然间发现 我这儿好多白头发了 白的还不够 越多越好 什么死呀 你没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吗 故意到发廊 把头发染白了 那叫时髦啊 那我走在时尚前面了 是啊 今天去给二姐夫看得怎么样了 去了也白去 怎么了 人家都没搭理我 我真是 热脸往冷屁上添 你知道老天爷为什么造就人一双黑眼球吗 为什么 那就提醒你 少用白眼球看人 结果这一中午 他全用白眼球看我 哎呀 弄极喽啊 我就把琉璃的姑姑 请到澡堂子去 让她坐堂问诊 一来呢 可以吸引很多人到这儿来洗澡 二呢 可以传播 中华传统医学文化 三呢 还能帮甲鱼 是吧 治治这个不孕不欲症 二姐夫十四家人 咱们用你心可以 甲鱼 你都甭管她呢 你就直接问她有什么问题 跟她姑姑说一句起乱 我直接问甲鱼 我怎么问 我说甲鱼 你怎么不生孩子嘛 我给你帮忙 是你的事啊 还是你老公的事啊 他们两口都不得一块揍啊 是吧 还是把琉璃的姑姑 请到咱那儿去 我这个决定 你作为我的领导 你能同意吗 让我想想吧 这么点事还得想想 这官僚主义的毛病 你跟谁学的 康喜 好呀 哎呀 哎呀 就这样子 去找你了 是两个人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那朝剑